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山东张秋市龙山镇里关村 村民魏法冈家里很是热闹 老魏家的两个孩子都参加了国庆阅兵 一个是三军女兵方队的队员 一个是阅兵保障队的驾驶员 刚才在方阵里面很像一看的就是我妹妹魏军 女兵方阵 萨爽英姿真是太棒了 魏军加油 国庆节当天 全军各部队组织官兵收看国庆阅兵盛典 以多种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 正在贺兰山沙漠戈壁执行野外驻训任务的兰州军区某集团军 组织官兵在驻训场认真收看国庆阅兵盛典 在祖国的新的这一天 我忠心地祝愿祖国越来越繁荣 越来越强大 在国防科技大学 2009级新学员早早集合起来 带着崭新的天章 面向军旗庄严宣誓 我渴望我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优势的军人 同样能接受祖国 接受党 接受人民的检阅 国庆节当天 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第117批护航任务的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在护航途中 举行隆重的升格起仪式 三艘军舰和背后的19艘商船 共同鸣敌一分钟 祝福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国泰云安 用我们特有的方式 表达全体官兵 始终牢记祖国和人民的重拖 把爱国之情化作暴国之行 圆满 安全 顺利的完成护航任务的坚强决心 中国驻苏丹达尔富尔第三批工程兵维和大队 在异国他乡举行了升级仪式 文艺演出 观看阅兵实况直播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 我们观看了国庆60周年岳民事 我们感到很高兴 很骄傲 很自豪 我相信与我们强大的祖国做后动 我们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 这是维和任务 祝福大祿荣富 爱荣富 国泰云 在国庆盛典中盛装亮相的国庆彩车 今天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与公众见面 这些彩车造型各异 寓意丰富 全面展示了60年来 我国各领域建设取得的丰富成果 和神州大地的壮丽山河 接下来我们和记者一起走进彩车 分享特别的喜悦 对于很多游客来讲 今天才是黄金周的第一天 那么我们看到在天安门广场上